為了鼓勵李民 從細節處欣賞到高雄美術館一景一物 當地龍水里長初學齡表示 將在元旦當天 舉辦不一樣的迎新村 探索美術館越野挑戰賽 親子家庭報名相當踴躍 雖然已接近而滿 但里長笑著表示 把握新的一年親子互動相聚時光 只要是龍水里民 都歡迎繼續報名到日期節之前 元月元旦 是國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日子 那其實住到美術館 其實我們的家庭爸爸媽媽 利用假日 很少會去增入到美術館的園區內 他頂多是在外圍 或甚至到就是我們講的館內 去參觀一些藝術品 那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我跟我們的好朋友 就想說乾脆我們來讓美術館的孩子 能夠去認識我們美術館 那讓大家能夠走出家庭 然後走到大自然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的要求 並不是像競賽的那種 約束他們 而是要讓他們放輕鬆 讓他們的一家人 能夠輕輕鬆鬆的 能夠在美術館裡面踏青 能夠看到我們所指定的幾個點 然後讓他們能夠看到說 原來美術館裡面是這麼漂亮 有這麼多的一些藝術品 或是說有一些讓他們平常 沒有想像的一個空間的地方 讓他們去發現到我們美術館 其實是個非常美的一個地方 對於元旦所舉辦的高雄美術館 定向越野活動 執行單位知名運動公司總教練表示 美術館內的景點場域 都有設計尋寶挑戰關卡 另外也考慮到親子家庭成員間的體力 希望參賽民眾可以以輕鬆心情 探索並走讀美術館為目標 我們把這個專業的定向越野運動 去簡化成一般市民都可以玩的 一個遊戲的形態 在這個我們高雄市那麼漂亮 美術館的這個區域裡面 去設定一些它裡面的一些 有一些裝置藝術 是他們的一些尋寶點 然後他們透過一個地圖呢 去找到相對應的地方去做打卡 然後就有點像是一個尋寶活動 所以它其實難度非常的低 很適合合家玩樂 只要是它會移動 會小跑步會走路 其實都很適合 不管是三到五歲的小朋友 家長帶著走 或是說年長者長輩一起出來 在1月1號這邊一起運動 這就是我們這個活動 希望帶給這個 我們龍水靈民的一個狀態這樣 這一次在美術館這邊總共有18個點 然後都是集中在美術館的 就是接近我們比較偏向這個 比較南邊的這一半的美術館 就是有湖 然後有他們的美術館 本館的這一個區域 這場在2024年1月1日當天 所舉辦的龍水慶元旦美術館定向越野活動 讓龍水裡社區民眾 不僅親子同心其力 一起迎向新的一年外 也讓高雄美術館獨特景觀魅力 深入小小里民的心靈印象中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